想必大家都有过在某个深夜必定是去片段才能流口水的经历 吃东西可是一种非常考验演员演技的戏码 因为演员不仅要吃 还有一边吃一边体现人物性格和情感 还有的演员因为拍的条数太多吃到吐 所以吃戏可真比抠戏还难演 演员吃戏哪家强呢 这里是下谈鱼子香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观看一下各位演员的吃香吧 拍吃戏时有些演员是真的在吃 有些演员却只是装装样子 事实上根本没放到嘴里 或者是嚼几下就吐了出来 以至于吃戏也成了便比演技高低的创妖性 吃东西不可怕 吃演技差谁尴尬 演技不行的安芝拉贝比引起吃戏来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她在云中歌里有过一段吃戏 但她为了保持身材连吃戏都是借位的 手上的食物只是作秀 她把食物递到嘴巴边 当装出咬了一口的样子 但实际上筷子上的食物原缝不动 一口都没有少掉 吐留下旁边的肚唇一脸意味深长的表情 只能说卑鄙的演技确实太差 连假吃都不会 其卑鄙假吃之后 神月又冲倒覆辙 流行花园中 山菜在被盗明寺欺负之后心中愤懑 在吃饭的时候 她脑子里仍旧是被欺负的画面 于是神月开始狂霸饭碗 然后大喊了一声我要战斗 但吃完之后 她的碗竟然和展现的一样 根本没有饭菜的痕迹 狂把控饭碗的过程中 筷子的轨迹也十分不自然 完全不像是有食物在碗里 如此明显的假吃令人汗颜 吴欣在深夜食堂里 饰演泡面三姐妹之一 虽然吴欣屈屈时实施针持 但她无比浮夸的动作 却被网友超市车祸现场 还没开吃之前 她就对着眼前的泡面瞪着了双眼 全程只用浮夸造型的姐妹弄眼 来表现食物的美味 吃泡面时 几乎随手一些图就是表情包 不得不说每一针都让人感到尴尬 郑爽瞪眼 别嘴外加摇头晃脑的演技 已经让观众见证过无数次 只是没想到这一套如此百搭 还能用在吃戏上 她在薇薇一笑很清晨里 与萧奈第一次约会的地方就是饭馆 两人一起喝中药鱼汤 而郑爽喝汤只是轻轻抿一口 喝完一小勺汤之后 还附带一个摇头晃脑 用汤上一次又一次 咬着已经尖底的碗 被薇薇实习 郑爽就终于减肥 秉承着能不吃就不吃的理念 于是许多吃饭的片端 她一筷子夹起来 根本看不到几厘米 一由网友吐槽到 郑爽的吃戏可以减成厌食真cut 演员吃戏演差了是事故 演好了就会成为满满的故事 赵丽颖在蓄理区外 是出了名的会吃 她在蓄理总能吃得特别自然又特别香 姗姗来了 里的薛姗姗就是一个小吃货 能让这样一个傻白天的血色爆火 赵丽颖吃戏的功力功不可没 就像她在花仙谷中 吃特效包子的那段剧情 据说片场实际是的是白水煮的鸡蛋 但她能将简简单单的鸡蛋 吃出心满意足人间美味的感觉 同一样食物 不同人物性格下 赵丽颖表现出来的情绪与神态也不同 赵丽颖在胭制里吃鸡蛋的场景 就是截然不同的模样 剧情里的蓝胭制 通过熟鸡蛋传递秘密信息 她需要剥掉所有的鸡蛋得到密码 还得把鸡蛋全部吃掉 防止秘密泄露 即使吃噎住了 也要拍拍胸口生生气 再继续吃 她面无表情吃鸡蛋的样子 让人感受到了特工的不易与先心 赵丽颖总是对吃戏的分寸 有着十足的把控 演员可谓是吃得越狠 眼积越稳 除了赵丽颖 样子小吃货的形象也深入人心 虽然随下里的她需要减肥 不能大吃大喝 但是在电视剧里 她却可以放开了吃 尤其是她扮眼球影影的时候 一看到食物眼睛里就像发出了光 剧中庆祝找到工作吃蛋糕的一幕 十分奔放 本以为她会切一小块蛋糕吃 没想到直接捧起整个蛋糕就吃了起来 脸上是满满的幸福 吃完一口还要快乐地晃一晃身子 非常真实 还有一场吃戏中 娘子连吃11个巧克力牌之后 还吃了一顿烧烤 看完之后直接得了群麻疹 连着树叶吃药四天都没有任何效果 但在香蜜里是粽子的时候 也还是狼吞虎咽 整个脸都吃得鼓鼓的 娘子的鱼吃可谓是毫不含糊 真是一个为了艺术才受不下来的女心 甄嬛传中 讲信有一场吃烟黄瓜的戏 剧中 在复查贵人 甄嬛想起有孕后 华妃的肚子却迟失没有反应 于是 穿着一身华服 妆容精致的华妃娘娘 悲伤又无奈地吃下酸黄瓜 然后欺骗自己有孕吐反应 以求安慰 那一幕的华妃娘娘 确实惹人恋爱 据讲信贺来说 其实黄瓜并不是酸的 而是咸的 欧咸那种 那种味道并不好 但她必须不断往嘴巴里塞 塞得满满的 而且还要往下咽 边咽边哭 讲信觉得 只有自己难受了 观众才会感同身受 她掩护了一个表面上没心没肺 实则脆弱又敏感的华妃 李欣的演技不亚于一些老前辈 在白露园中 李欣是演悲剧人物田小鹅 她不仅一改往日清晨善良的模样 展现出了她风情万种的一面 刚在一场吃戏中 展现了惊人的演技 剧中 怀孕的她饿到了极点 看到路过小朋友们 一楼下的野草 却发疯一般冲过去 跪在地上捡几脏了的野草 林跟黛妮直接往嘴里塞 完美演一处饿到极致 所以寄不择食的感觉 却觉得她让人震撼 从这就能看出 李欣是真的信誉 她的演技也是值得观众敬佩的 张一新拍吃戏的经历 让人心疼 在拍摄一出好戏的时候 主角流落到荒岛 不得不生吃鱼生存 而张一新从小恐惧尖嘴 或者带鳞片的生物 但她为了拍好这场戏 克服了自身的恐惧 在导演喊开始之后 直接上嘴啃生鱼 一点也不含糊 张一新的敬业精神 确实让人敬佩 杨蓉在《中奎珠妖记》里 饰演了一个贪吃的小摩尸 她在剧中的吃戏可不少 而且都是真吃 怪不得发布会上 还胖到被怀疑整容 但导演亲自表明 杨蓉曾经为一场戏 一天吃掉了二十多只烤鸭 而这只是为了完美塑造 人物贪吃的形象 后来观众看到她吃的样子 也是垂涎欲滴 食欲大开 余文文也很拼 她在前任三上映期间 硬生生地把芒果吃涨价了 最终的林佳 是个对芒果严重过敏的人 最后她自虐一般吃芒果 又不肯停下来的场面 让无数观众落泪 这场戏将电影的戏份 推向了高潮 也让许多观众 共情到纷纷去买芒果 至于这场吃戏 余文文为了演出逼真的效果 专专吃了十斤芒果 周冬雨在春风时里 不如你的吃货的样子 缠到了许多人 剧中秋水给她想吃歌 她却一门心思 在吃红烧肉罐头 吃得撒帮子都成球了 还在不停往嘴里喂 让许多观众也想尝尝 这个罐头到底有多好吃 虽然看她吃得十分带劲 但周冬雨说 其实红烧肉罐头并不好吃 还有《喜欢你》作为美食电影 自然少不了吃东西的心头 她吃起火锅一口接一口 大把往嘴里送的样子 让人看得胃口大开 更是传递出了 被美食质疑的欢乐和温情 眼镇饰演的伤心蕊 被称为民国吃播鞋第一美男子 伤心蕊上台前的大猪蹄子 是一定要啃的 还有大口的啃 虽然现实里的她天天减肥 但剧中的她 褶子牛排有饼吃不停 一场期要吃无碗炸酱面 而成凤台一起吃饭 也开启狂吃模式 她总是吃成一股一股的参数脸 好好的一部戏 变成了尹正的吃相大赏 随着剧情的推进 商戏蕊也遇见远润 到最后 尹正还发文 我太胖了 播出一定会被骂的 长安十二时称 也被人称为舌尖上的大糖 剧中雷霞因吃过的美食 包括蛋不限于水喷羊肉 火筋柿子 手抓羊肉 铁水麻团等等 她出了清安司 第一件事不是逃出长安 也不是为自己洗刷冤屈 而是吃饭 一份水喷羊肉笑得不够 还要再来一碗 中途还吃了两个火筋柿子 先用一根吸管同步表皮 吃完柿子 还有匀匀匀手上的汁水 一系列动作 让人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食欲 最后 她连汤带碗整个端起来 两头让汤一眼而尽 吃到信心就好出一口气 释放出九足饭饱的满足感 而她吃手抓羊肉的时候 从手到脸上的表情 都带着一锅很近 雷霞因的每一场吃戏 都在为进行节奏服务 而不只是单纯的为了吃而吃 说到吃戏 自然要提到孙力 她在安家里的吃戏 一度上人好评 超多的吃戏 也为角色增添了几份喜感 一口气喝一杯豆浆 对她来说是常见操作 四个包子也同样不在话下 她与罗静一起吃面 相对起罗静的麦条斯里 孙力则是大口洗了面条 三四口就吃完了一整碗面 还有一场花了200块 进入宴会现场的戏 最终的防色型为了吃回本 开始疯狂吃鸡腿 其实吃这么多食物的戏份 对孙力来说还是有些困难的 但为了能够完美地 将这一幕展示出来 孙力在吃东西前 会用山楂开胃 增加自己的食欲 天下无贼里的刘若英 吃烤鸭的心结 让人印象深刻 哗着孩子得知恋人愈害的消息 她一边大口吃着烤鸭 一边落泪 让人无比心疼 她就像是要把过去所有的爱恨 全部裹在饼里 再狠狠吃下去 吃完才能够继续上路 最终刘若英也凭借着这一段吃戏走红 拿到了引号殊荣 但年轻演员中 能把吃戏演成教科书的 还有属王传君 我不是要审理 王传君和学生有一场吃包子的戏 王传君一个人吃了44个包子 无碗面条 包子吃到30多个的时候 王传君已经去厕所吐了两次 但是吐完之后 等就能回到对包子充满食欲的状态 电影中王传君的三场吃戏 常常让人惊艳 他把学生患者对食物的渴望 和对未来的绝望都巧妙地表达了出来 无论有没有演技 吃东西测试人人都会 但演员的表现力和演技 却决定了能不能吃进观众心中 如何运用演技去传递吃背后的情绪 才是考验演员演技和功底的地方 我们在镜头中看到演员吃东西的短短几秒钟 或许是演员们尝试了许多次 直到吃到难受才呈现出来的 虾米匠们 你们如何看待演员的吃戏呢 你们还知道哪位吃戏精湛的演员呢 再评论区留言你的想法 关注点赞我 这样子为你带来更多有趣盘点 我们下期再见吧